刚刚讲的部分把它做出来 其实我觉得蛮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的 所以刚刚写的程式 我有把程式码放在云端上面 各位再找一下 就是删除O以外的其他档案 四行程式 再来的话 将O分割回25个档案 不过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有在那个程式里面 多加一个换行 所以这个反斜线N 你可能要多一个 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区隔 不然的话全部都一个换行 一个反斜线N 那每个都一样 那我怎么分割 所以没有无从找到那个线索 所以以后的话我可以去找 那个两个反斜线就OK 但是如果你要能够分割的话 你可能需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四串如何寻找会有个find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非常简单 你要第一个刮符里面给他你要找的东西 find什么东西 我要find两个换行 反斜线N两个 逗典第二个参数的话就给他什么 从哪一个字开始找 那当然第一次从零开始找 可是你不可能说永远一直从零开始找 因为你如果第一个档案存好档之后 你应该从什么 从找到的那个位置 再往后两个字 刚一个字也可以 因为两个换行 两个字 以后再继续找 有没有两个换行 再把它往下找 直到找不到为止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问题 那我应该用什么当成档名 档名部分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已经把它分割出去了 那我应该用哪个当档名 特别注意 它的位置 我这边算一下 一二三四 一直算到这个字的时候 三重这两个字 刚好是第十六 第十七 不信的话你可以算算看 不过有的时候我也懒得算 我就选个大哥 先print看一下位置 对不对 对的话 错再加 反正加加减减 就大概知道位置 刚好它是第十六 跟第十六跟第十七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用字串来看 其实字串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串列 每个字都可以把它 独立分割出来 跟Java还蛮像 Java的字串 其实本身也可以把它当一个 串 当一个阵列 那也就是说你只要 一个字串 装挂服之后 跟它讲你要抓哪一个字 到哪一个字 它就帮你抓出来 所以如果待会另外做分割的话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你至少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我们用open的方式 把那个all给打开来 第二的话我把它read 点read就是把它全部 读到s的这个变数里面 接下来的话 因为我知道是第十六个 到第十六 所以它index从0开始 16个就是第15 到第十五 到第十六 ok所以基本上 这边冒号17 因为我要到哪一个为止 所以这个的前一个 十六 十五冒号16 意思说我要取这两个字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把这两个字取出来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两个字 刚好就是三重 所以我们挡名有了 有没有 s 以后特别注意哦 这个字串里面的哪一个字 到哪一个字 你可以用这样的叙述方式哦 所以在拍摄里面 你要切割字串的话 记得是用中瓜糊 也意思就是说怎么样 把那个字串 当成串列来使用 ok特别注意哦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哦 字串这个时候变成串列哦 那为什么 因为串列你才有办法 去算哪一个字到哪一个 因为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一个字 他等于是把字串 当成串列嘛 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独立的 ok 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独立出来 所以我要取什么 取这个里面的那个 哦里面的 第十六十七个字的话 那在这边的话 就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表示 ok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取出三重 那为什么要取这个 因为我要挡名嘛 没有挡名我等下存挡要存什么挡 所以特别注意哦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去寻找什么 寻找他后面的两个换行 所以特别注意后面怎么寻找两个换行 特别注意哦 print的时候呢 我如果要找换行的话 你就用什么 你就用什么s 点的嘛 点fine fine方法非常好用哦 以后的话 如果data里面你要找什么 甚至你要做全文检索吧 用fine方法 就ok 然后呢 比如说你全文检索找到你要部分的data先列出来 对不对 就用刚刚的方法 所以这一招呢 如果你学会的话 甚至你可以把它套用用来做什么 做全文检索 档案式的全文检索 比如说这个data里面 有没有我要的keyword啊 那我输入那个keyword 我找到之后 我不用全部嘛 我就一个summary 先帮我列一下 就用这个方法就ok吧 因为以前我都写这些还蛮多的 所以我对这还蛮熟悉的 那再来的话呢 fine后面你就是双引号 反斜线n嘛 因为我两个嘛 所以你如果以后切割的地方 一定要有一个不一样的 不一定要两个换行 你可以两个其他的 或者一个特殊字员也ok 然后再来的话 从哪个字开始找 data.0 跟他讲说从开始找 那执行的话 他会跟你讲说 找到的位置 是在哪里呢 这边后面 少了什么 少了后瓜湖 pinter 后瓜湖 那这样的话呢 他帮我找到 应该位置是在哪边找到呢 2492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将来三重的位置 三重这个档案 应该从0到2492 这个范围的资料 帮我找到之后 存三重.tsd 就ok了 再来怎么找呢 再来你就是 假设2492之后 那你这个0的话 应该要把它 怎么样 把它找到的位置 再放到这个0里面 再怎么样呢 把它24加2吧 24往下找 那你会发现他又找到 4825 那直到怎么样 找不到 找没有位置 所以这边的话 你需要写一个画回圈 画有什么呢 当他找不到 找不到他会怎么跟你讲 其实你可以打一个很大的数字 执行的话 比如说往后面找了 这个很大的数字一定找不到 找不到就负1了 ok 所以呢我可以写一个fire回圈 fire 让他fire fire 让他只要不等于负1的话 就让他一直往下找 那找到之后的话 都让他储存 一直往下去 所以我写完了 部分我给各位看一下 怎么样再把那个东西抓 这个资料抓出来 其实就是 再把那个fire 把这个fire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那一段资料 抓出来的话 其实就是0 假设我要三重的话 0到他找到的那个位置 所以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他print什么 print只有三重的部分 有没有 三重 然后三重 所以我把这个范围资料 假如再存一个档 这样就完成了 ok 他怎么写 可以想想看 后面的话 关键的地方 其实第一行 就是什么 fire 找不到 然后让他往下找 一直往下 ok 那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个可能要先了解一下 如果你要分割之前 你要先知道 如何把字串 当成串列来 存取 ok 比如说你希望 把这整个字串里面的 第几个字到第几个字 的资料抓出来 不过第几个字特别重要 因为它是index 从零开始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个字 一定是零 ok 所以基本上 它的索引值一定是 跟实际的位置差异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你要知道find find的那个方法 find的话就是 你需要给它两个参数 一个是你要在 所以你的这个字串里面 你要找什么keyword 找什么关键的字元 然后从哪一个字开始 所以基本上 它找不到就-1嘛 所以我们可以写一个file 它如果找不到就不等于-1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进到这个回圈里面 也可以让它找 找到之后呢 帮我把那个 我的档名找到 然后呢 再让它不断的往下找 最后把它关起来之后储存 它就分割完成 最后记得把那个 那个那个 all.tsd也把它捋木掉 因为分割完之后 all就没有用了 可以把它分割 试一下 好